嗨 各位 我們現在剛下班 現在要去剪頭髮的路上 其實我上一個影片結束了之後 就是過敏可以填充 然後說希望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 我的過敏就好了 還沒 但是有比較好的啦 至少我今天皮膚比較穩定下來的 還有我昨天睡覺的時候 鼻子是可以呼吸的 所以我覺得我見肩在好了 我已經很感恩了 其實好像也大概有一個月 沒有帶大家去剪頭髮的 有沒有很想念呢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出發 往哈魯維前進吧 今天要去剪頭髮的地方 一樣是哈魯維 但是不是之前的Nicole 因為Nicole我跟她聯絡的時候 她就是整個爆芒 完全被約滿 今天要跟另外一個設議師約 叫做Jenny 但是我也是沒有很擔心 因為我一直覺得 頭髮交給韓國人 就是一件很安心的事情 可是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想要先買一杯咖啡 因為我覺得今天好累 而且我最近上班的時候 常常回家 嘩 一倒下來就直接睡著 就是那種9點10點 直接睡到隔天早上 然後我今天計劃是晚上 還要幫影片上的字幕 所以買個咖啡提神一下 再去剪頭髮 剪完了 但是我跟她說我想要把我頭髮流長 所以她好像沒有辦法真的做什麼 就是把旁邊燙貼 上面繼續慢慢流長 好啦 因為今天才星期二了 所以要回家了 在美國就是會這樣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上班主持 你就很難約到剪頭髮的時間 通常就只能平日 就是週末真的超級難約 所以我們常常會在這種很奇怪的時間 剪頭髮 剪完頭髮很好看之後 你也只能回家 嗨 各位 今天是 今天是140 現在跟她在一起 我們要去做一件 皮膚科 醫生看了都搖頭 我們要去做一件 激怒皮膚科醫生的事情 就是因為今天是5月中 下禮拜的週末就是EDC了 然後我們兩個都要去EDC 那去EDC重點就是什麼 你要很辣 那辣的重點其中一個是什麼 就是你要很黑 所以呢 現在夏天才剛開始 我們根本不可能靠自然的方式 有健康的膚色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賽日賽季 哈哈 她老公就是Sean 上這支影片裡面生的那個人 她之前就是一直恐嚇我們 你們去賽日賽季就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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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一直詛咒我們怎樣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要去 但我們就是要賽 我想說 去賽日賽季好像是一個 之前沒有拍過的行程 就帶大家一起去 賽完之後我們兩個要去健身 我們兩個現在就是在一個 就是要往辣的方向走的那個路上 昨天約她今天要去賽的時候 我們兩個默默心中都很擔心說 該不會要一起吃晚餐吧 結果我們後來昨天終於把話講開了 那時候我很擔心你約我 會打斷我的斷食的時間 然後我說我才沒有要跟你吃晚餐 因為我之後問她說 那去賽完要不要去運動 她說好啊好啊 但是絕對不吃飯 對我們就是沒有要吃飯的意思 辣妹相約是沒有在跟你吃飯 好所以那我們現在就要去曬太陽 走 到了 我們曬完了 就是那麼輕鬆寫意 我們現在要去運動了 今天就是一個 紐約辣妹的全套行程 一刻都可以放過自己 走吧 走吧 嗨大家好我現在剛健身完回到家洗完澡 這邊要感謝氣的是贊助這次的影片 他們這次寄給我超多的東西 而且有些東西是我本來就來用的 所以我超開心 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新養成的習慣 雖然這個習慣可能就是大家本來就會有 他這邊這樣講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戒掉的壞習慣 就是呢 我最近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就會先洗手 然後洗臉吧 臉上的髒東西全部洗掉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瞎 可是我以前就是回到家 什麼都不會做 就頂多去洗個手 然後到洗澡的時候 我再一次把臉洗乾淨的那種 應該可以說是一個壞習慣 現在像前面大家看到的片段 紐約現在基本上就是要轉夏天了 就像是今天這種日子 出門上班一整天 下班又去健身 又去曬日曬機的 回來立刻的清潔就真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大家一直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一直有在看 如果你是今天在看到這個 然後看到我在說這個 你就回去看上一個影片 你就知道我的膚況其實非常的不穩定 我上一個影片的最後段 整個大過敏 然後起無數顆一粒粒的東西 如果你是老觀眾 就應該知道我常常就是 struggle 於 我很不穩定的膚況 最困擾我的就是那種粗大的毛口 跟皮膚的顆粒感 我講過很多次 從以前到現在 我的保養程序都非常簡單 我真的真的最在乎的就是我的肌膚的穩定性 就是因為只要 你不管五官長得再好看 只要你皮膚稍微有一種奇奇複複 或是一顆一顆那種迷迷茫茫 看起來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的精緻 我看似很豁達 但是其實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在 維持我膚況的穩定 我想說現在離我睡覺時間也很近了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晚上睡前的睡前保養步驟 好 在那之前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膚況 你們看到這邊可以先暫停去點開三個影片的後半段 我現在跟上次比起來真的其實已經穩定多了 至少皮膚大部分的面積都是光滑的 然後有一些紅紅的就是因為上次那些大過敏消了之後的紅還在 這種膚況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了啦 勉勉強強 好 那我們就來保養吧 首先呢 我會先用亞馬遜白泥粉乾淨結眼粉來洗臉 清潔我的毛孔還有髒污的油脂 它沒有果酸的成分可以代謝肌膚的老廢角質 深層清潔的同時呢 緊緻毛孔改善暗沉粗糙 這對局部本次堆積像是鼻頭還有下巴的地方可以多次畫圈 洗完了肌膚感受摸起來很平滑 不會因為很乾淨就很乾澀 而且啊 結眼粉的製造還有使用過程都超級節省水資源 一起為地球資源盡一份心力 沖洗乾淨之後呢 我就會擦上金盞花化妝水 這真的是我的多年愛用 我大概從大學用到現在 我每次只要皮膚瘋掉的時候就會濕浮它 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使用這個 亞馬遜白泥靜置毛孔面膜 深層的清潔我們的毛孔還有髒污的油脂 它裡面有蘆薈萃取的成分 在敷後可以提供鎮靜還有舒緩的受護 不管是哪種膚質 定期的給肌膚深層清潔都非常的重要 穿完臉的細色看起來是非常的神清氣爽有沒有 接下來我們就要帶到上次去年也非常愛用的 A唇 這邊系爾式的A唇整合三大成分功效 素效又溫和不會有大家擔心的 A唇脫皮泛紅的陣痛期 精唇A唇的功效可以收縮毛孔淡化細紋 小瑕疵就可以立即被修復 超級生態可以打造更堅韌的基底 提升你對A唇的耐受性 增加肌膚的彈性還有緊實度 神經西洋可以保濕鎖水 幫肌膚搭起強大的屏障不受外界傷害 最後呢就是這個凝凍啦 在夏天戶外每天被曬得紅通通火辣辣 回家用凝凍後服超舒服 也完全不用擔心有油膩感 怕長痘痘長粉刺的人非常適合這一關 保濕度夠又不治粉刺 這就是我最近的夏日夜間保養的成果啦 嗨各位 現在星期六 我們現在要出門跟馬克去吃Brunch 因為我們接下來都有一些行程的安排 然後我們掐集算 大概要一大段時間見不到彼此 我們就想說那今天就去一起吃個 我們很久沒有吃的Brunch 就是其實我們就是Brunch Body 但是我們真的很久沒有一起吃Brunch 然後下午跟晚上會再去Check out 一些紐約新的地方 我的Uber要到了 我們趕快走吧 這是我今天的OOTD 非常地快樂松 走 我們吃完了 發現了這個紐約最近出現的那個冰 芝加哥知名的地標 紐約最近有一個新的就在餐廳的對面 超Random 現在距離我們下一個行程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們又走到Soho來這邊到處搭線光 我們真的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就那期間 對不對 對 例如來到這些店被熱的鑰匙之類的 每一年的Vlog就是在每一個季節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就是今年夏天你們又要聽我講一次 有一個店裡面有多熱 大家都不會開得起 然後多熱多熱 然後冬天的時候又要聽我在那邊說多冷多冷多冷 希望今年不會有殺蟑螂的Vlog 一起期待囉 你們有看到那個McGala有一隻蟑螂在那邊跑來跑去 然後它成為就是隔天的大焦點嗎 它傳給我的時候我就跟它說 那就是你們家的蟑螂去玩啊 等一下玩完就回家了 看我遇到誰 最近買房的小姐 我剛進來想說怎麼濃濃的台灣牆 這是誰 掰掰 掰掰 那麼要走了 沒錯 掰掰 好巧喔 遇到元寶 他剛剛說我們狹路相逢 真的還好我們沒有醜 不然那個場面會超尷尬的 我剛剛問他說你還記得他是寫嗎 他說記得記得 如果你不記得的話 場面也會超尷尬的 還好你記得 我不記得 你真的說記得 但是我記得 好啦 簡況消磨時間差不多 我們要去我們下一個行程 我們讓蕭先生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下一個行程是什麼 Ktown新開了一個韓國叫什麼 SPA 我們要去Body Scrub 就是韓國SPA 就是那種你知道 大家在韓劇裡面看過 那種漢真木 就是一個大漁場的概念 可是他新開幕 所以有一些優惠 可以再預約一些像是按摩 或是Body Scrub 身體的去角質 所以我們兩個就很三八的 都預約了身體去角質 現在就是準備去給人家搓澡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 因為感覺 弄完會全身都 那我們現在就會搭地鐵 往Ktown移動吧 你要說你被性騷擾好嗎 我覺得我要整理 我跟你講 我們出來了 這體驗你覺得怎麼樣 還OK 對 就是他們那個Body Scrub 那個部分要弄得再專業一點 他那個Body Scrub 就是他本來放在床上面躺著 然後你就在所有大眾的視線裡面 在那邊被搓 而且是搓了一個小時 對 所以就有種那種 就有種害羞的感覺 奇怪的感覺 然後一直在你身上潑那個熱水 很像我們還要被拿去煮還是什麼 可是現在結果 我們兩個都很滑 你們摸不到但是很滑 對 真的很滑 真的很滑 對 來 透過這個螢幕感覺一下 哈哈哈哈 我也很滑 我剛剛有類似遇到性騷擾的事情 但是我就不想詳細字了 哈哈哈哈 就當作我碎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遇到的這個人 然後在我的時候我就一直被反 就這樣吧 今天brunch也吃了 街也逛了 然後腳趾也去了 那現在什麼事可以做呢 就是喝酒了 不是唱歌 不是 唱歌太緊了 對 今天要帶大家也是去一個新的地方 在一趟附近的Virgin Hotel 新開幕 然後上面有一個ROOPHETOP BAR 但是好像也不是真的在ROOPHETOP ROOPHETOP 就是還有一個CATIO BAR 但是在外面蠻舒服的應該蠻不錯的 嗯 剛剛那個Korean SPA是新開幕的 今天這裡是新開幕的 我們兩個都是有一個潮流人士 要帶大家一起去體驗一些新開幕的東西 會幫大家拆雷 是不是雷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這個不算雷 就是這個 VIRGIN HOTEL 上一集不是我深受過敏之苦 結果他也還在過敏 剛剛也是一直在打噴嚏 可憐的小朋友 好 嗨各位今天是星期五 現在在去機場的路上 我們今天要前往Vegas參加一年一度的EDC 現在其實在下午兩點多 每次到美國的公司 就是工作室比較自由 因為我拖運行李 所以雖然飛機是五點的 但是我想說我還是早一點出發 剛才把行李先拖出去 然後可能到貴賓時代工作一下下 就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然後我一到Vegas之後呢 就要直接去EDC了 我覺得我真的很犯賤 就明明一年比一年老 但是卻一年一年的在挑戰自己身體的極限 那我們這次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存活下來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會覺得我沒有附到 就是其實現在老闆人在紐約 他昨天晚上到 然後我今天班都還沒下 就出發去機場前往EDC 就是沒有敲好 因為他本來就是預計 五月中五月底要再來一趟 然後我EDC的門票一年前就買好了 飯店的住宿跟機票也都已經弄好了 我自己本身也是蠻想去的 然後 他就是很體貼的 就是雖然他人在這 但還是讓我去了 所以就是 非常感謝老闆的寬容大量 今天我最愛玩的小朋友 OK 我到機場了 真的是笑死 我剛才說我可以去歸離市工作一下 結果趕得上飛機就不錯了 剛剛過來的路上有四個車禍 原本三四十分鐘的車程 我們開了快一個半小時 然後還好 我也不知道這算是還好 反正你快到的時候 在半路中的時候 丟他就傳簡訊來說 你的飛機 delay二十分鐘 如果我沒有那個二十分鐘 我的行李他就不可能會讓我掛了 因為我到機場的時候是三點五十八分 然後我們的飛機是五點 就是剩下兩分鐘 也許可以掛但是就是會很危險 那就是還好他 delay 所以我成功地掛到行李 然後我剛剛整路上都在開會 就跟我老闆還有客戶 我早上就有跟老闆說 我會再去機場的路上 他說OKOK 他就有在幫我cover 結果到機場一團 然後我在過安檢的時候 剛好那個meeting在wrap up 正在結束中 在講很多這些要幹嘛 我整段沒聽到 結束的時候 我還打給老闆說 不好意思 剛剛那段我在過安檢 你可以告訴我 就是剛剛他們說什麼嗎 然後老闆就說 沒有他們只是說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anyway 我現在就進來了 然後剛剛一路這樣走過來 我還想說 我真的要去貴賓市 因為我今天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因為為了要出來玩 我今天工作很忙 中午都沒有吃 結果 剛剛貴賓市大排長龍兩邊 就是這個是門口 然後人樓 兩邊這樣排 至少兩百公尺單邊 我想說 也太瘋了吧 現在到底是多少人在飛 此時呢 Delta再傳傳訊來說 你的飛機 延到六點五分 比原本 原動的時間 完了整整一個小時 又五分鐘 所以 我想說啊沒關係 我就去登機門那邊 隨便就坐一下 休息也好 我已經沒有想要工作 今天就算了 今天就是 這邊不可能讓我拿出電腦 在那邊做事情 所以我電腦就是整個白帶 他剛剛在解釋 為什麼我會延了 也就是因為 Las Vegas現在機場 在維修 只剩下一條 跑道可以用 然後還畢竟 我們approach 的時候 會刮大風 所以我們 delay一個小時 反正今天就是 目前感覺是 出事 微不順 但又有點順 因為如果真的很不順 我就會搭不上飛機 我心裡就根本掛不上來了 但就是整個很intense 我們接下來就繼續看下去 我能不能順利抵達 然後照我這邊有門的計畫 在EDC跳得開心吧 有時候這也是旅行的意義不是嗎 平常的地上 再拍攝 覺得自己的越來越來越来越來越來越多了 謝謝 然後你評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已經8點40了 趕快拿行李去換店 快快快快 時間在跑 好久了 真的 大家有想念Andrew嗎 今年要出現一次 沒錯的話 今年就是我的事 今年沒有住在那個Vegas的strip上面 因為我發現住在那裡太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其實 在住飯店就是有需要睡覺的 所以我們就是住在 Las Vegas的Joel Town 到了 我們剛剛出門了 太匆匆了 我忘記拍了 我們現在到會場了 就跟往常一樣 我們EPC之後再見囉 掰掰 那我遇到誰 頭暗看得出來嗎 大家好 我們是 壯陽 你好 居然記得 好啦 在我們瘋掉之前 先跟大家說掰掰 在我們壞掉之前掰掰 掰掰 來 各位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下午 但我們今天很早就睡醒 我們已經去買完咖啡 跟吃完早餐回來 現在 在看慾望成熙 為什麼 我不管跟你還是馬克 都在做很類似的事情 這個電視台 廣告的時候都會推播一些什麼 女用內褲跟一些家用品 就很明顯是在給那種 婦女看的電視台 然後我們兩個 抽給一次就先看 我們現在 在等大家 其他住在其他飯店的 Vegas各處的人 陸陸續續起床之後 我們要去吃午餐 吃完午餐回來 再休息一下 然後晚上就要重新著裝 再去一次 第二天 跟大家更新一下 這是我們的鏡頭 來各位我到機場了 我剛剛到的時候想說好累喔 然後去找個貴賓室 坐下來吃裝飢 喝咖啡 之類的 結果呢跟我出發的時候一樣 給大家看 現在美國的貴賓室狀況是怎麼樣 這是那個 American Express的貴賓室 然後他們的門口在那裡 一路排隊排隊排排排排排排 排到這裡 這都是要進去的人 我現在就要猶豫說 我到底要不要排 可是我真的好好休息喔 排排看好了 我剛剛還是進去那個貴賓室 稍微吃了一下東西 再出來準備要拿飛機了 現在下午有兩點多 然後早上要離開的時候 我看Angelo在睡得很熟 所以我就很安靜 沒有辦法吵醒 讓他繼續睡 他們今天還有最後一天 那因為這次我一天假都沒有停 所以我是禮拜五下班飛來 然後禮拜天 今天下午回去 然後晚上到紐約 我一百一要上班 所以我沒辦法參加第三天 但是 我這兩天來還是覺得非常開心 就是 有一種 還好有來的感覺 而且他們就人很好 因為知道昨天是我的最後一天 他們全部都陪我一起跳到天亮 希望他們今天 不要太累 然後好好享受他們的最後一天 因為最後一天通常就最好玩了 我目前是還沒有要生病的感覺 趕快去拔著木頭來敲一下 非常感謝我的身體 又再一次很努力的完成我給他的挑戰 I love you 真的 我愛你 也謝謝你們把影片從頭到尾看到這邊 那我覺得 這個影片也差不多在這邊搞一個段落了 雖然我這次是拋夫氣家 任性的來Vegas參加EVC 但感謝老闆那麼體貼的讓我這樣出來 發浪發瘋一個週末 在家等我 那我現在就是要回去 我要當一個老太太 連下記憶也就是我的戀愛家又要再展開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影片的話 也要幫我按讚留言 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紐約見 掰掰 來自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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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 李宗盛